整個車子裡面都變螞蟻窩了 整個都生蛋了 整個全部都是螞蟻 近日連續強降雨 讓不少喜歡把愛車停在樹下 避雨又遮陽的車主頭騰 台中一家汽車美容店業者 就在臉書上發文分享 指電內在雨天人極滿四台 需要處理被滿滿流利一大軍入侵的車子 成星洗車業者表示 下雨天螞蟻會往高處爬躲雨 常透過輪胎的輪圈爬進車內 包括車燈、保險桿等甚至還可能逐潮 且因為這類螞蟻會咬人 讓不少車主崩潰 因此求助 業者提到通常處理時會先放又一樣 在一巡螞蟻型金路線找一窩 這時會需要拆卸車子內裝 才能真正一舉揭秘均 另外因網路上有偏方教導網友 在車內放水煙滅移 誠信業者也提醒各位車主 這是完全錯誤的方法 因為水煙是水加上石灰 在車內放水煙不但無法滅移 反而毀了內裝 有許多車主就是誤信網路 謠言使用水煙 結果一電 電話板以及地毯通通變成一片白 最後還得花一筆錢汽車美容 得不償失 這不是咖啡渣喔 這是螞蟻 這個都是